我二十幾歲的時候 因為全身都會 關節都會痛 經過醫生的檢查 確定我得了免疫系統的疾病 它有乾燥症 有內功失性關節 有紅胺性腦腸 身體痛的時候 你根本沒辦法動 連上廁所的囊力都沒有 那皮膚癢就抓到全身都 都爛 只有剩下臉可以看 就是全身的身體都是癢的 那沒有口水 沒有口水 你就是必須一直不斷的喝水 可是水是沒有綿疫的 你一直喝它就馬上乾 一直喝就馬上乾 嘴巴好像含了棉花一樣 覺得怎麼生病是這麼苦 這種疾病帶了你全身性的 不舒服這種辛苦 你會覺得說 為什麼會是我 為什麼它會找上我 那可是既然疾病找上我們了 我們就要面對它 接受它 處理它 那上人有告訴我們 病不能病得太專業 那如果自己越想了自己的病痛 就會陷入那種病痛的心境 那也因為這樣子 我透過去當志工 我做骨髓關懷小組已經17年 那因為陪伴這些病友 才知道這些血液疾病患者 他們在醫院裡面做化療 還要找捐水者 那一段心路歷程 真的非常辛苦 所以我還能夠為別人付出 我覺得我非常感恩 可能也因為是做志工 為別人付出的關係 讓我的心境轉變了 那空閒的時候 我也會去上其他的課程 如日本舞啊 那彈鋼琴 因為透過跳舞 還有彈鋼琴 能活化我的關節 才不會讓它降硬 還有快走 加上在家裡做一些拉筋的運動 也聽從醫生的建議 吃素改變我的飲食 讓我的飲食更均衡 那透過吃素以後呢 我真的改變我的體質 也讓我現在的身體狀況 比以前更好 那還有精神也更好了 那我還覺得 這個人要有一個宗教信仰 心靈要健康 我覺得身體應該就會健康 我是慈濟志工陳薇薇 雖然我有重大疾病 可是透過行善付出 讓我的身心靈變健康